登山人口顯著成長 日前再次發生了山域事故 為了改善民眾迷路、救援難到的問題 日前花蓮縣議員蔡一竟提出了 是否可以加強福島部落青年向導領隊考證 藉由他們對山區的熟悉度減少山域事故發生 還可以提高部落經濟來源 是值得去思考的政策方向 山賴事件平傳 為了因應山賴事件2022年 國發會就表示 內政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五年中程計劃 計劃其成至113年至117年 五年總經費約7.4億元 將透過跨機關合作 反饋教育機關安全教育推廣 提升山域機關第一時間動員效能 並民收合作以及補助 地方專業裝備 減輕散難對消防勤務的壓力 花蓮縣議員蔡一竟日前就表示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應該輔導部落高山向導專業智能的考證 提高部落經濟的來源 部落其實也有一些人員人才 或者是獵人的部分 我覺得未來可以來做一些的交流 那因為以目前的這個數據來看 今年就已經 這前四個月就已經有29件的建數 真的是讓我們消防局非常辛苦 那其實最主要呢 就是既然現在有這樣子的市場 那也有這樣的需求 那我們呢在原民處的部分 是否可以爭取相關的這個訓練的 課程或者是考照的計劃 創造部落的經濟 有關山域這個登山或者向導 我們是依據這個教育部的體育署 它有一個山域向導資格檢定的辦法 那裡面有登山、塑溪、攀岩跟攀學 那目前針對需求量比較大的 登山跟塑溪的部分 這個我們會積極跟各鄉盛事工所 尤其是南區的幾個 中南區的幾個鄉盛事工所 針對登山或者塑溪有需求的部分 就把它集中調查它的意願 那如果人數足夠的話 我們就會報警中央來申請職業訓練 而就有學者提出山域事故的發生 研究相關的原因 並根據文獻探討案例的回顧 專家的訪談之後 得出了結論 根據危險因子的分析結果 登山客迷路走私 為山域事故發生的最主要原因 非常多山域事故的發生 是對於山區的不熟悉 而較容易發生山域事件的情況 記者臨結 花靈市採訪報導